在去年1月于美国阿里桑拿州开枪打伤一名国会众议院女议员 并且杀死另外6个人的兇手在法庭上认罪 被告贾里德·里·劳夫纳在阿里桑拿州涂心市出庭认罪 从而避免被判死刑 据联邦司法部说 根据认进条件 劳夫纳将会被判7次终身监禁 总共需要在监狱服刑超过140年 据主控官说劳夫纳将会在监狱度过如生 并且没有任何机会获得假释 这种枪击案在去年轰动全球 因为国会众议院女议员吉福芝在事件当中受重伤